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艾爾艾爾 我是艾爾 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木柵 那因為從新店呢 到平溪就是會經過木柵 然後這邊又是學區 所以附近蠻多早餐店的 在這邊吃個早餐再大約起個5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平溪 初一吃素 初二吃素 初三吃素 初四吃素 不是 初一傳行一 初二肚子二 初三就要去爬山 那初四呢 初四了 阿伯 初四了阿伯 今天呢 是初三 我們要去爬山 這次要去爬的山呢 是在網路上大家推薦CP值超高的一座山 那他CP值高的點是什麼呢 大家等一下就知道囉 在平溪這邊呢 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一家很棒的牛肉麵 我們會在牛肉麵店幫大家開箱這台 全台限量兩台的Scrambler 900 大家期待一下 我們出發 這一幕是真希実的 是真希臘的 現在在海岸下的位置 會在海岸下的路面 從各週六下的破滅 我們今天 Tower上的人 現在是真希臘的 是真希臘的 我們有想要在海岸上的 在海岸上的海岸上的海岸上的海岸上 我們到孝子山的登山口了 這裡真的超級方便 為什麼說CP值高呢 在這個登山口的旁邊就是停車場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這邊的位置其實也就是照著導航走就可以了 像我們剛剛從106的右邊 斑面右 從斑面右這邊上來 然後就可以把摩托車停在這邊準備登山啦 那我們等一下也來計時一下 從登山口上去到孝子山的山頂上面要多久 GO GO 出發 我就說這種樓梯而已啊 我就跟你講過啦 這個孝子山它其實是一個山群 然後有蠻多座這種騎險的石頭 然後等一下我們到孝子山之後 正對面看到的就是磁母風的樣子 如果五歲半的小孩也可以完成 然後剛剛還有一個七十歲的大哥也完成 對 五十歲的大鴿也完成 小姐這是電線不是拉繩 我害怕啦 走了五分鐘之後就到了這個三岔口 然後這邊的話有個指標寫 虎嘴口步道口 所以如果你把車子停在虎嘴停車場的話 就是從這邊上來 那我們剛剛停的是普陀禪寺 這邊有寫 欸那還好我們沒有去停虎嘴耶 你看 虎嘴要走八百 然後剛剛這邊才兩百 所以下次要記得停骨託禪寺 然後到三岔口之後 往上看就可以看到這些樓梯了 超陡的 這麼陡 加油啊 五歲半 在那邊等我一下 野猴 抓繩子 猴子加油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表情 卡路耶 最大距離還好嗎 其實很簡單耶 加油 很簡單 你給我上來喔 上來 有喔 笑他 笑他 有喔 笑他 不敢上來 五歲半都上來了 有一個哥哥不敢上來 你看 這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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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這邊上來之後呢 可以可以可以 要再從那邊再下去 然後繞到這顆石頭的對面 媽媽 才有辦法爬上去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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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走我走 好厲害 好厲害 超棒 走我 怎麼媽媽也可以抓什麼 喔 是因為小弟弟踩不到地喔 對啊 抓不到耶 哇塞 喔 而且他這麼小 他可能也抓不到這裡 他都關我了 我覺得我也很可怕 喔 欸咻 加油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天梯了 然後我腿 耶 喔 好 加油 好恐怖喔 我又看了就恐怖耶 你就不要 我剛剛往下看突然傻眼 往下看好恐怖喔 往上看不恐怖 耶 總之上來你看到這兩個雕像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是已經到最底了 往旁邊看可以看到平溪的街景 其實到了孝子山的山頂之後啊 就像剛剛姐姐講的 它其實沒有一個三角點 沒有山頂 因為它好像就是群山 那總之我們是照著路線 就是往孝子山的方向 剛剛那邊寫50 那50M確實都是陡上 就是基本上雙手要併用的狀況下 然後我覺得超級 就是還好的是有這個 就是你每一根這個 你只要確定 欸它不太會搖晃 是有固定在石頭上 你就可以拉 三點不動一點動的 這個原則 就可以爬上來 到頂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另外兩條天梯 真的就是通往天堂的路耶 你看那梯子 是從那下面這樣沿路這樣 就就就就就上去的 超級清明 高CP值的孝子山 用大概約抹不到30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抵達 像我們走快一點的話 其實應該15 20分鐘就到了 然後帶大家下山去吃牛肉麵 這邊下去超陡的 這真的是只能單向通車 它有這個可以抓 有這個可以抓差很多 OK啦 簡單的 後戰勝 1 2 3 Yes 停車 OK的啦 哇 這個是剛剛的懸崖峭壁 小弟弟 等一下就要換你囉 其實你只要這樣子 一步一步踩好 再走 都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嗎? 很好很棒 很好喔 懸崖峭壁 對 這是懸崖峭壁 你左手也可以拉上面的 對 哪一半都在爬 Yeah 回到了平台的地方了 所以看來就是到這個平台之後的 這個剩下的50M是最難的 就是幾乎 近乎是垂直的 大概85度吧 就這個 看到這個之後 就要有心理準備了 但是看到這個之後是最好玩的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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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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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現在抵達的牛肉麵店呢 之前有幫大家介紹過了 在這支影片當中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老頑童 我們點的牛肉麵已經都來了 吃飯了 會辣嗎 還好 還好 看起來很美味耶 有丸子 牛肉 水波蛋 細麵我喜歡 現在在我身後的這一台呢 就是 Scrambler 900 有900跟1200可以做選擇 那車主的這一台呢 它正確名叫宇宙皇 但是呢 你騎乘士腳在看的時候 會很像一顆芒果 什麼叫它芒果皇 打了禮物袋的芒果 那基本上這台車呢 我們就要來這個大家來找查 看到底跟我的車子哪裡不一樣 除了名字顏色不一樣呢 最重要的我覺得應該先看到 它的這個儀表的電控 跟我們就有差異了 因為它在這個按鈕的地方 多了一個MOD鍵 所以表示它有模式可以選 那我們剛剛也確認到 它有雨天模式 道路模式 以及Offroad模式 那講到Offroad的話呢 它的懸吊系統 肯定是跟我有所不同的吧 制動的方面呢 前面的這個卡鉗 則是使用Brembo的卡鉗 而後面的避震器呢 在顏色上面是跟我不太一樣 那不知道是不是 原廠只是單純在顏色上面 跟拉線去做一個搭配 車款的外觀上面啊 車主跟我一樣都加裝了寶桿 因為我比較擔心它倒車的時候 會撞到油箱 所以在這邊把它稍微加寬 但是我又想要注重到美觀度 所以這是我多種寶桿比較下來的 最後選擇 然後在外觀上面呢 我有改端子鏡 那車主目前是使用原廠的後照鏡 那單舊外觀來看的話 我也有發現它的四蓋其實跟我不太一樣 這個金屬的跟這裡 還有這個地方 是跟我長得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個是它的 這邊 這裡 跟這裡 然後在油箱的外觀上面呢 它原廠就是立體的LOGO 那我的畫則是有凸 但是是要用摸的才會比較凸的感覺 但我覺得我的質感也蠻好 因為畢竟當年我的這個紅色也是要加價 才能夠選購的顏色 2024年的新款呢 其實它的顏色 黃色 則是只有限量的兩台在台灣 這真的也是非常珍貴的顏色 Cremble一直是艾爾的這個夢想車 那現在圓夢了 因為身高不高 沒辦法騎到一千二 所以我選擇900這台 然後我喜歡它的原因 是它的排氣管在側面 那另外的話 則是它的鋼絲輪框 前大後小的配置 前十九後十七 其實在因應比較非服裝的道路 或者是比較不平的道路上面 它的胎紋可以吃掉很多個石頭 讓你騎乘起來 特別不一樣 它的馬力大概在55匹左右 扭力則是在八點多公斤米 實際騎乘起來的感受 我覺得它就是一台坐姿舒服 然後很有力的一台車款 我覺得首先要先知道一下車架 雖然剛剛說要講騎乘感受 但我個人還蠻好奇這台車的車架 因為它又是特殊社 想要知道一下一般款跟特殊款的 顏色的價差以及總價 原價的話是72萬 客宿社好像是加了一萬八 這台車的車子的座高是79到80左右 那我自己騎起來呢 是可以單腳踩地 然後右邊這邊 因為排氣管比較突出 也會比較燙 所以會比較踩不到 車主這邊目前牽車多久了 是不是已經可以克服這個車高的心理障礙 現在目前牽車從12月底吧 到現在一個多月了 因為它油箱這邊是有收起來的 那邊內縮 對內縮 所以其實騎乘起來是不會覺得它太高 所以其實連我 女生不管男生女生 身高大概落在160左右 都可以駕馭的話 如果你也在對於T100 或是像這個Scrabler非常心動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那也想問一下在實際騎乘起來啊 因為我剛開始騎的時候 我根本不敢回轉 我覺得車子超重 它來到了206公斤 然後很難牽 然後很重 那對於牽車這個事情 你有抓到訣竅 或者是是否已經克服了嗎 目前是70%克服 因為上一次有跑去那個水牛坑的越野 然後我在那邊完全就不敢回轉 就是完全一直坐在那邊嘟嘟嘟嘟嘟嘟 這樣子回轉 然後那我想跟大家補充的是 後來我是怎麼克服這個車高呢 第一個就是你在牽車的時候啊 一定要讓車子是就是立起來的 如果它稍微斜斜的靠在你身上 你就會覺得很重很難牽 你反而讓車子正著立起來的狀況下 是最好牽的 所以後來我已經可以牽車了 那如何克服這個轉導的心理障礙啊 其實去騎過越野車就知道 你只要維持著油在動 一擋油門補著它就不會倒 你越是要停下來想要用腳撐 就越容易撐不住那個重量 就越會倒 因為畢竟我的腿不夠長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的心理障礙 是大家在熟悉車款之後 要去更加克服的 才不會因為說 車子貴或是車子重 然後你就放著就再也不騎了 這樣就很可惜 在經濟狀況允許的情況下 我們常常說就是 不要只有一台車嘛 因應不同的地形啊 要去不同的地方啊 有沒有載人的需求啊 可以選擇不同的車款 我確實在買了 Scrambler 900之後 我也會考慮說 我今天要跑的路會不會很刁鑽 會不會很斜很抖 然後再選擇說 我要騎Rebel還是騎Scrambler這樣子 那想要跟車主請教一下 在你自己的挑選上面 上下班通勤或者是出遊 有沒有在挑選車子上的一個想法 目前的話是上下班通勤 用我之前的Rebel 1100 因為它DCT不用打擋 而且兩腳都可以踏地 雖然塞車我也是坐在那邊 出去玩的話拿這台 我後來的選擇啊 我除了選擇地形之外 我現在就會選天氣 因為Scrambler 900 它的排氣管真的還是滿接近你的腳的 它就是會熱 但是不會到燙到的程度 趁現在春秋之際 我會狂暴騎 我就是只要有時間 我就是騎Scrambler 那兩個顏色的Scrambler 哪一個才是你喜歡的呢 我跟你講你喜歡什麼也沒有用 因為兩台黃色都已經賣完啦 限量的兩台都在台北 希望有機會在路上遇到另外一台黃色的 宇宙黃的車友 然後今天的影片大概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今天帶大家去爬了CP值非常高 通往天堂樓梯的孝子山 其實我原本想說這個影片的主題就可以叫說 人家一交車就帶他去天堂 結果車主他不敢爬那個樓梯 但是他提供了給我們這個孝子山上面的空拍畫面 是我們車主協助提供的 非常感謝 那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連五歲半的小孩都可以爬的山喔 希望大家會喜歡 愛兒的頻道現在在影片的資訊欄下方呢 有一些這個折扣嘛 讓大家在購買車類相關不平的時候 有更優惠的價格 也歡迎各大廠商想要增加您的曝光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的官方Email做聯絡 會有更多的合作資訊 然後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大家下次再見 新年快樂